男人嘴里嘟囔着所有人都死了 特种部队不敢上前 下一秒此人露出肚子上画的奇怪符号 眼睛里布满血丝并没有什么特别 顺着他的指引特种部队来到酒店的大厅 这里尸痕满地非常诡异 座椅上有一个男人闭着眼睛 士兵上前试探确认此人是否还有呼吸 结果男人突然睁开眼睛 抓住士兵的头问尼达在哪 然后大厅里传来诡异撕裂的呼喊声 座位上的人名叫阿里 是针对政府的反抗军头目 这次行动成功将他抓获 接下来就是审问 让他供出更多反抗军的名字 而他嘴里的尼达本身在念军事学校 这个学校专门为政府培养接班人 里面的学生被驯化的非常成功 信仰就是时刻效忠国家 对政府的决定不能存有二薪 要坚定信念执行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非常成功 尼达对政府所有决定深信不疑 他甚至还举报了自己的教授父亲 毫无疑问 在亲人和立场中 尼达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将教授父亲推进地狱 就在一个月前 政府主导了一场进化思想的活动 粉书坑儒用来镇压 还未形成的反动观念 特别是与政府相矛盾的宗教信仪 政府派出军队挨家挨户的搜查 将有反动思想的人全部抓起来 所有关于宗教的书籍当场焚烧 军队每日每夜的搜查 弄得民不聊生 甚至还关闭了学校 尼达的父亲正是一名大学教授 他对政府的行为颇有微词 无论出发点是什么 现在这样绅士浩大的行动 弄得人心惶惶 就是不顾及民众的生活 可是尼达不这么认为 既然那些人能被抓起来 就说明是有原因的 要么顽固不化 要么宣传宗教思想 总之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乱杀无辜 他相信政府的初心定是为国为民 为了将来全民思想一致化 现在这么做可以说是必然的 而且是正确的 教授父亲对女儿的这种思想 很是担心 但无法让他改观 只能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他正要送尼达去学校 车座后面还有一些 政府不允许民众拥有的书籍 这时遇到了交警领解 教授父亲很担心书籍会连累女儿 尼达拿出自己的证件 对方看了看 并没有检查车子就放行了 虽然这次尼达帮了教授父亲 但很难不怀疑 他只是害怕自己被连累 因为转身 他就将教授父亲举报了上去 觉得他思想顽固 需要改造 教授父亲因此被抓 他还抱有一线希望 觉得凭借尼达的身份 可以救自己出去 结果得知女儿就是举报人 教授父亲心情跌入谷底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女儿已经被驯化的如此彻底 甚至能举报自己的父亲 现在上校从反抗军首领 阿里嘴中得到了尼达的名字 不管对方什么身份 必然会招致怀疑 得知尼达正好在念 政府的军事学校 上校没有将他招来审问 而是让他暂停学业 调往自己管理的囚徒中心 这里正是关押所有反抗军 受审的地方 尼达二十分不解 明明自己还有一个多月才毕业 现在就调派工作 肯定不合时宜 上校只说 由于任务艰巨 必须找能信赖的人完成 你举报过自己的父亲 必然是政府最信赖的人 尼达将信将疑 但他想打探父亲的行踪 因为自从他被抓后 就没了下文 既没有定罪 也没有被释放回家 尼达想借机调查此事 因此他来到囚徒中心报道 只是他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将是什么 所有人都怀疑他 特别是女副官 他原本就想将尼达抓来审问 不明白上校 为何要通过这种方式 多此一举 但作为副官 他不得不听从命令 现在尼达熟悉环境 情绪是设在地下 这里阴暗潮湿 常年不见天日 关押在这里的人 就没有时间盖念 墙上的音响 24小时不停播放音乐 让半人无法入睡 这样就可以提前击碎 他们的意志力 这口有规定说 囚犯关押三个星期后 如果没有招供 就必须释放 那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击垮他们的精神 所以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 审讯情况还会被录音 以免大家在言语间 漏掉什么关键信息 现在这里有五个犯人 包括尼达 有12名审讯人员 一个囚犯从审讯室里 被拖出来 满身的伤痕 不难想象 他刚才遭遇了什么 这人从不开口说话 让大家都怀疑 他是不是个哑巴 因此就一直用哑巴称呼他 尼达来到审讯室 看到有人在这里打扫 满地的血水都来自于哑巴 这一天就是他们 成功抓获阿里的日子 转身他就会被送往这里 为了让自己的第一次审问顺利 尼达提前查看了 抓捕阿里的资料 同时审讯室的士兵 在准备要用的道具 他们稀松平常的 摆弄着眼前的东西 跟在准备烤肉 没什么区别 只是二人的对话中有一句 那件事做的是否太过分了 之后便不再说话 这时警铃响了起来 这证明运送阿里的囚车已到 所有人都出发迎接 天空电闪雷鸣 看着阿里走出车厢 连刚才还在狂吠的警犬 也安静下来 他们好像被对方的气场震慑住 监狱里的五名犯人 一脸不可置信 他们的头目 难道就这么被抓了 上校为了震慑住阿里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先将他吊起来 一顿毒打 然后丢进高分贝 音乐播放的箱子当中 灯光炙烤 只为让他快速精神崩溃 在他最虚弱的时候 拖出来审问 女副官为了考验尼达 还将电棍塞进对方手里 让他对阿里用刑 尼达第一次参与审讯 不想被看扁 但他确实没什么胆量 只在他聚集满勇气 将电棍指向阿里时 对方却骤然变了一个语气 叫了声 尼肚 这是尼达的小名 只有教授父亲会这么叫 阿里还问 教授还好吗 显然这阿里与教授父亲认识 他会不会知道 父亲在哪里呢 尼达停下手中的电棍 不知如何是好 这使得女副官更加怀疑 尼达是反抗军的一员 阿里没在说话 所以他反复的被关进箱子 面对音乐和灯光 温度持续调整上升 狭小的空间能让恐惧升级 一遍遍的折磨阿里都没有开口 只是当晚的大家都做起了噩梦 尼达梦见了教授父亲 是他亲手抬枪射杀了父亲 阿里则在一旁鼓掌 当尼达来到阿里面前 他的眼睛一瞬间变成了黑色 这把尼达吓得从梦中惊醒 可是虽然睁开了眼睛 但噩梦却并没有结束 房间里挑来了诡异的声音 尼达看见教授父亲 从远处飘来向他伸手求救 尼达赶紧起身打开台灯 教授父亲消失了 宿舍里什么都没有 尼达以为这是自己要审问阿里 精神紧张导致的 结果跟其他视频一说 发觉大家都做了怪梦 但因为什么 几人都无法解释 第二天 尼达和准备行之的两人一起面对阿里 一切准备就绪 刚要动手 阿里就开口说 注意听远处有小孩的啼哭声 可是录音机里却什么声音都没有 两个士兵凑近阿里 听他说什么 阿里却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问那件事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两个士兵的脸色骤变 显然阿里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他们被揭穿事实变得狂躁 直接互殴起来 阿里嘴里念诵着咒语 眼睛变成了黑色盯着一旁的尼达 监控画面全部失灵 平闪中还出现一个符号 尼达被吓得跑出去找人帮忙 再回来时 一个士兵被另一个捅死 阿里还是若无其事的坐在那里 杀人的士兵神情恍惚 貌似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校见此情情 觉得阿里一定是说了什么 挑拨二人的关系 他决定亲自上阵 根据经验 世人就有弱点 来之前 上校已经查明阿里还有一妻一子 所以便用他们的安全作为要挟 逼迫阿里供人罪行 阿里果然说话了 上校仔细听才发现 阿里说的正是昨晚 他和妻子打电话吵架的内容 而且对方还准确模仿出妻子的语气 上校觉得这是在挑衅 于是毫不犹豫地使用电刑 他夹住阿里的舌头 拉下电闸 阿里在电流的刺激下 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电箱因为过载短路被烧毁 整个审讯中心的灯全部熄灭 所有人都去抢修电路 在监控设备旁边的尼达 听到录音机里传出教授父亲的声音 他不能理解 想问清楚教授父亲的下落 刚刚还躺在地上的阿里 在妮达关门的瞬间就不见了 他举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阿里出现在墙角背对着自己 当妮达走近想让对方转身时 阿里回身一声咆哮 一张鬼脸吓得妮达手电筒都甩了出去 他迅速在黑暗中摸到喷枪打开 火光照亮了形状 妮达看见阿里就站在面前 还用教授父亲的口吻质问他 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不管死活 妮达刚才的尖叫吸引来了同事 他们修好了灯变成恶魔的阿里不见了 反而是正常的阿里还躺在妮达脚下 刚才的一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妮达无法分枪 他跟大家说有鬼 还说阿里就是恶魔 大家觉得是妮达出现幻觉 上校发现刚才被电失去心跳的阿里 转身间就恢复成一个完好的人 实在蹊跷 不过经过了两轮的拷打 阿里都没有说出什么有效行迹 上校觉得应该使用审问队里的王牌 就是鬼剑仇 人如其名他是最残忍嗜血的审问官 手段高明无人可敌 在他的手下生不如死 那都是对他技术的贬低 另一边上校找到妮达 问他为什么会跑进审讯室 妮达将自己的疑问一股脑说了出来 说阿里很有可能知道教授父亲的下落 而且阿里还知道那两名护欧士兵的秘密 甚至连上校和妻子的事 阿里也知道 这不正说明对方是个魔鬼吗 见妮达对教授父亲的事有疑问 上校随口编了一个瞎话 说你父亲的确来过 不过审讯一天后就知道什么嫌疑都没有 因此就放了他 至于他没回家的事 上校表示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妮达继续提出疑问 阿里什么都知道 会不会连鬼剑仇要来都是他的阴谋 这时新方力的阿里果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的眼睛全部变成黑色 阿里真的是魔鬼代言人吗 剧情过了大半 所有谜团还在铺设没有解开 我们看看这最后能不能将坑都填上 鬼剑仇来到审讯室 见到阿里其他士兵便全部退了出来 他们相信鬼剑仇的能力 完全不用担心他还需要帮忙 趁着所有人退出审讯室 妮达来到地下 他找到另一个房间的读演书 想从他嘴里打探一些关于阿里的事 并且把自己遇到的全部怪事都告诉对方 读演书首先确认他认识的阿里 口音并非这样 阿里嘴里念诵的咒语能召唤食人鬼 这是阿拉伯流传的一个传说 每当食人鬼要展开猎杀 就会先攻击对方心理防线最脆弱的地方 让他们精神决堤然后互相残杀 这阿里很有可能被食人鬼占据了身体 只要有人将灵魂与食人鬼交换 就可以召唤他 在交换灵魂的过程中 要画出这种符号 现在一定是食人鬼咬了阿里 变成他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也是食人鬼很难对付的地方 你无法分辨他是人还是鬼 几乎同时上校接收到消息 说政府军在反抗军藏身地找到了一具尸体 确认此人正是反抗军首领阿里 但是他的尸体被抓咬的面目全非 不是政府所为 我们和上校能一起确认 抓回来的阿里就是食人鬼 不是传说 而是真实发生的审讯室 他正被鬼剑仇折磨得不成人形 见他不去威胁 鬼剑仇打开手铐 食人鬼突然现身 一声惨叫 整个监狱都听得清清楚楚 才想鬼剑仇被战了身 不知情的尼达从读演书那里出来 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听见审讯室门开的声音 尼达赶紧躲在墙后 所有牢房的门都被打开 犯人全部逃跑 是鬼剑仇干的 他手里拿着钥匙 吹着口哨 不急不徐 尼达来到阿里的审讯室 看见了恐怖的一幕 铁链上吊着真正的鬼剑仇 人头不见了 一起不见的还有阿里 鬼剑仇又走了回来 他的眼睛全部变成黑色 看来这个鬼剑仇正是食人鬼变的 尼达夺路而逃 跑到顶路却发现门被反锁 食人鬼还在不紧不慢的赶来 尼达别无他法 只能继续敲门 幸好在关键时刻 上校带人前来 把尼达救了出来 尼达赶紧把所有事情告诉上校 说楼下的鬼剑仇是食人鬼变的 不得上校回答 旁边的女副官却反应巨大 他觉得尼达在信口胡走 上校想到 上集说阿里尸体的事 也觉得事情怪异 决定带大家前往审讯室 一探究竟 所有的牢门都被打开 犯人全部逃走 这与尼达描述的一致 再来到阿里的审讯室 的确看到了没有头的鬼剑仇 与尼达描述不一样的是 哑巴犯人还没有走 尼达虽然不理解 但第一时间带大家来到读演书的牢房 想让他们看看 那个食人鬼变身必要的符号 可是一顿饭都没有找到 女副官不干了 他觉得尼达才是反叛军的一员 先释放了所有犯人 然后跟他们一起砍了鬼剑仇的头 现在回到大家面前演戏 争取信任 好替他的教授父亲报仇 毕竟尼达父亲因为是反抗军 才被抓起来的 知道真相的上校 不愿再听女副官蛊惑人心 他逃出枪来威胁对方闭嘴 目前最重要的是抓真犯人 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 可是女副官却早已收买了所有人 他一直对上校这个人颇有微词 不服管也不是一天两天 自从他让尼达来入职 女副官可以说是怒火到达顶点 直接勾结大家反抗上校 现在上校还维护尼达 更说明了他的不轨之心 所有士兵掏枪对准上校 让他没有了话语权 接下来的行动 全部听从女副官的指挥 尼达和上校被一起推进了小黑屋 通过一番摸索 终于打开了灯 这才发现危险就在身边 犯人全部藏在这里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大战一触即发 尼达率先出击 他磕碎玻璃瓶 用哑巴做人质 威胁大家不许动 埋藏了一个月的秘密 全部被抖落出来 读眼书说 哑巴只是卖茶叶的小贩 跟反抗军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片头酒店里 那个身上画着符号的人 就是哑巴 他是误打误撞 出现在政府军 抓捕反抗军的现场 因此被医同抓了回来 接受审问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根本不是天生的哑巴 而是为了逼迫他 招供填充审讯中心的业绩 先是抓了他的家人胁迫 可是哑巴什么都不知道 无法供出有用信息 那两名呼呕的士兵 就当场杀了他的家人 哑巴身陷绝望 从此不再开口 可是上校觉得不够 他直接让士兵割了哑巴的舌头 既然你不说话 留着舌头也没用 这就是尼达所深信不疑的 政府军做出来的事 他们从来不考虑 被抓之人是不是冤枉的 只想自己的业绩 完全不畏惧 这一切都是血堆出来的 两名呼呕士兵 正是滥杀无辜 还想出阴谋诡计 才让食人鬼捉住了把柄 听到这里 尼达立即放了哑巴 他在角落里看到一块衣服碎片 瞬间大哭起来 尼达这才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原来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牢房 而是一个焚尸间 焚尸炉的旁边 分类摆放着各种死者遗物 尼达突然明白了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原因就是这焚尸炉 那些犯人被关在这里接受审问 原本三个星期后 清白的人就可以放回去 结果以防错过一个 不惜杀错万个 他们就在这里直接毁尸灭迹 哑巴的妻儿被杀后就送到这里 自己的教授父亲 必定也是这个结果 最绝望的是 尼达将父亲送到了这里 这跟亲手侍妇有什么区别 他一心想着让父亲别太固执 不想却因此害死了他 到底是他手上沾满了鲜血 还是他信任的政府草菅人命 尼达正在自责 外面传来了一阵杂乱的声音 是女副官在带领手下 搜寻逃跑的囚犯 他们在牢房里找到了一具 血肉模糊的尸体 虽然不能确认身份 可是旁边的眼罩告诉士兵 这人正是独眼书 尼达听见了声音 知道是食人鬼咬死了人 变成那个人的样子 藏在大家身边 食人鬼见身份暴露 便不再隐藏 一阵阵撕咬之声 从粉饰间传来 女副官带领手下 前来疯狂踹门 尼达发现 可以通过粉饰炉的烟囱逃跑 他让雅巴先逃 然后自己紧跟着爬进烟囱 雅巴已经逃了出来 可是尼达又被拽了回去 他挣扎了一会儿 摆脱了控制 从烟囱里爬出来 这时他才察觉自己的腿被咬伤 士兵们踹开门 看见只有尼达坐在地上 在包扎伤口 大家是不是以为 眼前的尼达是食人鬼变的 就看下面会不会有反转了 尼达对女副官说 雅巴从烟道逃走了 士兵们赶紧去追 女副官则留下来 对付这个 他一直看不惯的尼达 画面一转 来到了雅巴和女主这里 他们逃到了上校房间的沙发后面 躲避追捕 这时雅巴开口说话了 女主与别人不同 她愿意相信女主 对方说 我一定会带你安全离开 觉得从未坐过这么柔软的沙发 想感受一下 结果刚坐下 后面就传来了动静 一回头恐怖的大脸袭来 和雅巴在一起的才是食人鬼 她咬了士兵 变成对方的模样 另一边女副官用匕首威胁尼达 不交代你和反叛军的关系 我就毁了你这漂亮的脸蛋 被激怒的尼达突然抱走 她咬住了女副官的耳朵 两人撕打时 尼达问你为什么针对我 非要确认我和反叛军有关系 女副官就直说 一个月前抓捕反叛军的阿里 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尼达的名字 如果不是有关系 反叛军首领为什么会找你 女副官扑过来要伤害尼达 上校毫不犹豫的开枪解决了她 事已至此 上校将全部实情告诉了尼达 她在审问教授父亲时 对方嘴里一直念诵着听不懂的话 并不主动回答问题 现在看来那就是召唤食人鬼的咒语 教授父亲肯定是确认自己不会活着出去 才这样选择 咒语中有阿里和尼达的名字 所以她才能抓住阿里 招尼达进来 完全是想看看这里面的联系 毕竟那时候 还没有人知道食人鬼的事情 若是将尼达抓起来审问 可能就找不到事情当中的联系了 教授父亲在审讯后 还是被杀了 这是事实 上校说 当时她确认教授父亲是清白的 打算放了他 可是女副官坚持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他们才私自了结了教授父亲 就像今天这样 女副官一直在胁迫上校 很多事情她做不了主 上校说出全部事实 让尼达放下戒备之心 眼下二人还是要先逃出去 不过多年观影经验得知 只要是人说的话 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期待看后面会不会反转 尼达坚持要带哑巴 一起等待援军的到来 一路上看着地上横漆竖疤 躺着士兵的尸体 就知道这食人魔的厉害 二人来到上校的房间 剩余的士兵就躲在这里 他们害怕遭遇食人鬼 不敢出去 尼达提议大家都继续架好武器 不要放手 等待援军的到来 同事们欣然接受 接着尼达让哑巴 找到自己父亲的审讯录音带 当场拨了出来 这时上校的脸色一变 原来尼达并没有全部相信她的话 随着录音一点点播放 真相浮出水面 上校说的话大多数都是事实 只不过始作俑者不是女副官 而是上校 是她清楚教授父亲是清白的 却不肯放过 在场的人都端着枪 谁都不肯放下 但是很明显 这里有一个人是食人鬼变的 尼达知道食人鬼是教授父亲召唤来的 所以想帮她完成任务 算了结父亲的心愿 为了显示出合作的诚意 尼达先打爆了房间里唯一的光源 然后带着哑巴躲在桌子下面 惊恐万分的众人 全都抬枪扫射 不管对面是谁 就这样食人鬼只摇死了一个士兵 其余人都全部死于同事的乱枪之下 剑枪声不在 女主一枪打中窗户 阳光透了进来 现在竟然是白天 尼达带着哑巴逃了出去 上校的子弹打光 她却在乱枪当中活了下来 只是她面前正是食人鬼在一点点的爬来 紧急时刻 她捡起手雷迅速拉开 尼达和哑巴的身后一声惊天俱响 眼前增援部队已经赶来 他们将二人围在中央 结果上校从窗子里摇摇晃晃的走出来 尼达指出这人一定是食人鬼变的 不由对方再做狡辩 一枪打爆了上校的头 其实尼达甚至眼前的上校正是本人 但一想到她做的事比食人鬼还可恶 食人鬼再凶残 并没有伤害过没做错事的哑巴 而这里的惨剧全是上校所为 她不后悔自己开出这一枪 电影的最后 尼达因为谋杀领导被关了起来 原以为她会通过告发上校的事重新发落 结果上集却说 上校做的事全部都是忠于政府 反而是尼达做的事全是与政府为敌 她跟她的爸爸一样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动 所以尼达还是会以反抗军的名义被处刑 坐在牢房里 尼达彻底绝望了 她看透了这个政府 也看透了这个现实 人比鬼更可怕 她从嘴里吐出刀片 划破手掌 在墙上画出那个符号 召唤出新的食人鬼 整顿整个国家 全剧丸 恐怖剧集恶鬼 由网飞出品 一共三集 全篇加起来也就一部电影的长度 片子融合了政府 宗教 现实 恶魔 恐怖等多种元素 想要探讨一个深刻的社会议题 就如同国内的聊斋质疑一样 讲述现实比地狱可怕 人比鬼吓人 其中许多部分都不能说是隐喻 而是把明晃晃的现实摆在眼前 原创团队讲故事的功底尚可 受阻于投资体量问题 特效有些跟不上 但至少遐不掩欲 还是值得一看 今天的剧集讲到这里 我们下部片子见